最後跟各位做一個結論 其實皮下注射對我們來講 無論對病人來講 省錢 省時 對醫護人員來講也是一樣 省錢 省時 重點是又方便又安全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稱呼它 比較叫做很省的一種記型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基本上節省診療時間 可以給醫護人員更快速的施打時間 優化醫療的資源利用 就是化療注射是不會有一堆 至少躺30分鐘的病人 躺在那邊 累積在那邊 搶了別人站闖的機會 只要打一針 給他一個椅子坐一下 3分鐘就打完了 減少治療負擔 就是不用裝人工血管 也不用去領藥 也不用泡藥 也不用讓病人有紮針 甚至可以減少人工血管置入以後 產生一些後續的風險 我想病人應該會很喜歡 不要再去改造房 再打裝人工血管這種風險 最後就是這個東西 也過了三個很重要的關卡 第一個就是 它的效果跟靜脈注射是一樣的 從它的藥物動力學 總體安全性 療效來講 都是一樣 無論是體重重 體重輕的病人都一樣 第二個就是安全性 其實已經確定身 跟靜脈注射以後的安全性 是一樣的 最重要的是它其實是一個人氣網 不過大多數的乳癌病患 跟醫護人員 都是比較偏向皮下注射的機器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千斤來買春光陰 當我們把病人的注射藥物的時間 醫療的時間減少 我們就可以讓病人有更多自己跟自己家人 或自己使用的時間 這樣的病人除了生活品質會更好 重點是可以讓病人跟家屬相處的時間會更久 這樣可以讓病人的生活品質更為改善 那這個部分就短短的花20分鐘的時間 跟各位介紹一下 有沒有問題 目前如果想使用可以詢問各大醫院 目前健保沒有給付 應該很快健保應該會開放給付